好另外富里乡代表会进行最后一天的总质询 不少代表们都提出了幸福广场未来的规划 那乡公所则是回应说 目前正在筹备明年春节期间的大型火动市集来活化幸福广场 透过市集的地方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富里乡 富里乡代表会进行最后一天总质询 不少代表们都提出幸福广场未来的规划 乡公所则是回应说目前正在筹备明年春节期间 大型的市集活动来活化幸福广场 透过市集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富里乡 那我们现在想要探讨的是幸福广场 我想请乡公所你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个规划 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就说幸福广场 我们乡公所你们准备去做一个怎样的规划 然后让幸福广场能够活化起来 我相信你心里应该有谱 但是不是可以请麻烦您跟代表会报告一下 您心里的幸福广场你怎么样去规划它 谢谢 我也责成农业客跟延敏客 我们必须在今年过年要来办一个活动 就是市集 类似市集 然后最少有20个摊位 把我们复理所有的农厕产品 包括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 还有外配的 这个越南的、印尼的、中国大陆的 全部全部都把它集中起来 试办看看 看这个办这个市集以后 我们必须要再改进了 趁这一个机会把它再统筹 然后责成建设客这边再把它修改 乡长就说 就趁这波市集在统筹幸福广场需要改进的地方 再来责成建设客来修改 并且会跟交通部申请经费来规划自行车道 因为台九线拓换工程之后 要让幸福广场的动线方便安全 更让游客也能够轻松的来到幸福广场 好好欣赏复理箱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